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彩 这几天你又要出车 穿越那片无人区吗 是啊 今天早晨刚刚签了合约 接了一批货 所以我才来这里求个签 阿彩 既然你已经签下合约了 那还来求签又有什么用 难道抽到了下下签 你还能单方毁约不成 是啊 阿彩 难道你还真相信这个签施的预言吗 怎么说呢 有时候只是图个安心罢了 不瞒你们说 我还从来都没抽到过下下签 也从来没在无人区那段路上 遇到过什么危险的 师傅 您看我这个签是什么意思呢 你最近是不是要出一次远门呢 哦 没有错 我是一位货车司机 最近正准备出车呢 我劝你最近还是不要外出了吧 要知道你这次抽到的可是下下签 下下签啊 师傅 那如果我最近外出又会怎么样呢 按照挂项来讲 如果你执意要外出远行的话 那你将克死他乡 啊 虽然师傅的话让阿财非常的震惊 但是他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出车走一趟 经过无人区来将货物送出去 阿财 你真的打算出车呀 是啊 等一下就出发 这几天天气好 适合穿越无人区啊 阿财 可是那位师傅说你最近要是远行的话 可是有生命危险啊 过去你们不是常说求千问卦不该相信吗 现在我不信了 你们怎么反倒相信了 阿财 有时候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更何况这次如果出点什么意外 你丢掉的可是性命啊 别出车了 好吗 可是我已经签约了 要知道单方毁约需要赔很多钱的 钱没了 可以再赚的 要是命没了 那可就一切都没了 其实这次我决定出车也并非只为了钱 这次让我运货的老板和我是老交情了 这些货他非常急需 所以你们看我车都没装满就要给他送去 我答应过他 五天之内一定把货送到 我不能食言啊 那你可以让别的司机帮你交货送到 你付运费不就好了 何必亲自去啊 对啊 这个也是个办法的 也是可以达到给对方的承诺啊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那段无人区需要整整两天才能穿越 很少有司机愿意跑这段路 而这批货又急需 这时候哪里能找到合适的司机啊 谢谢你们这样的关心我 不要替我担心了 就等着回来给我接风好了 再见了 希望他能平安无事 希望那位师傅说的不灵眼 可是我听说那位师傅的姐钱非常准 我真的很替阿财担心啊 阿财开着货车两天后 便驶入了那段无人区的公路 他走了没多远 便看到了一辆货车停在了路上 哎 那辆车怎么会停在这里呢 一定是遇到车子零件故障了 车在这黄角野外抛锚可真是够倒霉的 我得帮帮他 喂 朋友 需要帮忙吗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 别提了 我开车路过这里的时候 突然从路边窜出来了一只灵羊 你看 它把我的车大灯都撞坏了 这只灵羊伤得好重啊 我们得赶快给它止血才行 不然它会死掉的 还给它止血做什么呀 你来帮我将它捆绑起来 扔到车上 出了这段公路 我要把它卖掉 哎 听说 灵羊还蛮值钱的 正好卖了钱 不用来换车灯 啊 这只灵羊伤得那么重 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 会很快死掉的 哎 哼 死掉就死掉啊 反正 我是要将它卖到餐厅里去 它早晚都会死的 这只灵羊太可怜了 我们还是给它医治伤势 放它一条生路吧 你说什么呢 我的车灯都被它撞坏了 我还要卖掉它 拿钱来换车灯呢 这样吧 我出钱将这只灵羊买下来 这样总可以了吧 嗯 好吧 你愿意替我出锈车灯的钱 那这只灵羊就是你的了 就这样 阿财买下了这只灵羊 并用自己车上带着的药 对其伤口进行止血 包扎 这个人 真是奇怪 竟然花那么多钱 只为了救一只快要死掉的灵羊 它真是个傻瓜 我也只能帮你简单的包扎一下 得赶快去动物医院治疗才行 否则你真的会很危险 当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 阿财来到了一栋建在公路旁的破屋子旁 在那里撞到灵羊的那辆车 也停靠在屋子旁边 怎么 你也准备在这里过夜吗 当然了 经常跑这条路的司机都知道 整个路段也只有这里有一栋破房子 这是当年修建公路的工人留下的 除了这里 那我们就只能睡在车上了 没错 每次跑这条路 我都会在这里停留一晚 然后第二天 再一鼓作气 离开这片无人区 看来你对这段路线也是非常熟悉啊 今晚我俩就作伴在这里过夜了 来 我刚煮了面 一起来吃点吧 那是什么声音呢 出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天啊 怎么会这样 我好不容易将她的伤口控制住 这一下子竟又裂开了 她这是想要逃跑 这只羚羊真是不识好歹 你不要管她了 真糟糕 怎么会这样 不行 我得赶快带她离开这里 去找一位兽医给她医治一下 你疯了呀 天都黑了你还敢落 难道你不休息了 顾不得那么多了 救命要紧 要知道 除了这个房子 前面可就没有休息的地方了 你只能在车里面睡觉了 没关系 我要尽早地将她送到动物医院去 真是个怪人 为了一只羚羊竟然这么拼命 阿才匆匆跑了一夜 终于在天亮后走出了无人区 她将受伤的羚羊送到动物医院后 感到又累又困 于是便在医院休息室的长椅上睡着了 啊 腿 我的腿好痛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阿才 原本你的命运是葬身在这屋子里 但是你救了那只受伤的羚羊而离开了这里 是你的善心救了你的命 啊 真是一个好奇怪的梦啊 你就是连夜带着那只受伤羚羊 从无人区赶来的那位司机先生吗 没错 是我 医生 我送来的那只羚羊怎么样了 你和那只羚羊都很幸运 如果再晚点的话 那只羚羊便会死掉的 现在它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你说我和羚羊都很幸运 是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吧 昨天晚上有一位货车司机 在无人区被压在了一栋破房子里 听说那栋房子是无人区路边唯一的一栋房子 穿越无人区的司机都会在那里休息 我想如果你没有连夜赶来的话 一定也会在那栋房子里休息吧 啊 天哪 难道刚才的那个梦是真的 后来当阿财回到家后 便去寺庙拜谢那位为自己解签的师父 并且开始学佛吃素 这次与其说是我救了那只羚羊 倒不如说是那只羚羊救了我的命 我想它之所以会从车上跳下来 将自己的伤口加重 那就是在救我啊 阿财 其实救了你命的是你自己 是你的善心救了你 嗯 没错 阿财 是你的慈悲心救了你自己的 自禁的狼王 狼群中最强壮最狡诈的狼便是狼王 它会带领着狼群在大草原上捕猎战斗 一头优秀的狼王 甚至让人类都会感到头痛 可恶的狼群 它们究竟是怎么在我们眼皮底下 悄悄无声无息的将牛咬死呢 是啊 昨晚它们袭击牛群的时候 我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这些家伙真是太可恶了 这一定是狼王哈吉的狼群 也只有狼王哈吉才能做得这么完美 让我们一点都无法察觉的 狼王哈吉 那是什么呢 你不是我们草原的人 所以不知道 狼王哈吉是这里最狡猾 也是最凶残的狼王 没错 他的狡诈和凶残 不是别的狼所能比得上的 他在草原上可是恶名昭彰 只要在晚上听到他的叫声 我们牧民可就一晚上都不敢睡觉呢 哦 他真的有这么厉害 是啊 狼王哈吉一天不除 我们就一天没有安宁日子 昨晚就是个例子 我们要想个办法除掉他才行 对 我们要想个办法除掉他 既然昨晚他们咬死了这些牛 那今晚一定会回来吃他们的 我们可以在那些牛肉上下毒 嗯 这主意不错 那帮家伙不是喜欢吃牛肉吗 我们就让他们吃个够 于是 牧民们将这些牛肉抹上了毒药 他们期待着 晚上这些毒肉会被狼群吃掉 可是第二天 他们再一次来到这里时 却被眼前的场景给惊呆了 牛身上那些抹过毒药的地方 都被狡猾的狼 小心地撕咬了下来 扔到了一边 这一定是狼王哈吉做的 也只有他才会这样狡猾 能避开我们设下的陷阱 看来 要想抓住狼王哈吉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就知道 狼王哈吉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所以 我把我们草原经验最丰富的老猎人 请来帮忙 毒药的气味那么重 别说狼王哈吉了 就是普通的狼 也不会吃这些肉的 那该怎么办啊 狼王哈吉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每次对牛羊群进行袭击之前 都会亲自来观察环境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抓住他 可是狼王哈吉那么狡猾 我们怎样才能将他抓住啊 哈哈 再狡猾的狼也斗不过好猎人 你说是不是啊 是啊 不过 要想要想抓到狼王哈吉 那可是需要费一番力气呢 要知道 他可是非常狡猾的 我们绝不能让他闻到一丝丝金属和人的味道 才有可能捕抓到他 嗯 老猎人用骨头做的刀切下来一块嫩牛肉 然后又将这些肉切成小块 用绳子拉着系在马鞍上 拖着绕了十公里的圈 没走一段路就扔一块肉饵 整个过程他没有用手碰一下 更不敢朝着那些肉耳喘气 生怕被狼王哈吉 觉察到一丝人类的气息 好了 我们现在就等着狼王哈吉上钩吧 老猎人 你究竟设置了什么陷阱啊 捕兽夹 捕兽夹 那我要告诉你 狼王哈吉就像是能看到我们隐藏起来的陷阱一般 他每次都能顺利地绕过那些夹子 是啊 我们用捕兽夹试过好多次了 可是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你们那样直接用捕兽夹 当然是没有用的 可是我一路丢下肉耳 那头狼跑了十公里就会气短 这时候他的嗅觉会有所下降 而此时 如果他又看到了更大的一块鲜牛肉 那一定会扑过去 因为这一路上他的警惕心 已经被一点一点的消磨没了 老人家 你可真有办法呀 你真不愧是草原上最优秀的猎人 竟然能想出这样的方法来 这样一来 就不怕狼王哈吉不乖乖地进入我们布置下的陷阱了 你可真是把狼研究透了呀 今天晚上 大家早早睡觉吧 半夜 我们可是要起来 去看看那头狡猾的狼王哈吉呢 对 要是抓住了那家伙 我非一枪打死他不可 那家伙竟然咬死我们那么多头牛 不行 我们不能打死他 啊 为什么呀 我们可以布下陷阱 利用狼王为诱饵 将狼群引来一举消灭 对 这主意真是太好了 是啊 我们要将这些可恶的狼一网打尽 当天夜里 老猎人和牧民们戴着猎枪 赶往了设置捕兽夹的地方 果然 狼王哈吉已经被安置在那里的多个捕兽夹紧紧地夹住了 太棒了 我们终于抓到了狼王哈吉 不要说话 狼王正准备求援呢 你们听 狼王这是在求救呢 这是他召集狼群的信号 大家准备好 出现一只狼 我们就处理掉一只 这只母狼是狼王的妻子 我见过他 平常他都一直跟在狼王的身边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 他叼走了我的羊呢 那我就给你的羊报仇 太棒了 打中了 这个可恶的狼王 再告诉同伴 这里有危险呢 那要怎么办呢 放心好了 那些狼 是不会轻易放弃狼王的 果然不出老猎人所料 又有好几只狼 远远地跑了过来 狼王见到他们后 急忙发出一声声吼叫 提醒他们这里的危险 这些家伙怎么停下来了 是啊 他们没接入我们的射程 怎么办呢 你们放心好了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狼王的 不要管我 你们快离开这里 不 狼王 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你们看 他们不会放弃狼王的 你说 这些狼 还敢过来吗 当然了 虽然狼非常奸诈 但是对于他们的狼王 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去拯救的 你们快走 快离开这里 否则都会死在这里的 这是命令 我们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你是我们的王 我们一起跑过去救你 还有很多兄弟 也在赶来的路上 我不信他们 能将我们全都打死 大家准备好 狼群要做最后的冲刺了 狼王的眼睛里 充满了憎恨和愤怒 唯一没有被夹住的爪子 在地上 拔出了一道很深的钩 长时间的挣扎 和不断的淌险 已经耗尽了他的力气 狼王哈吉 已经奄奄一袭了 但狼群 还是没有放弃他 准备好了 他们要冲过来了 不要过来 快走 再这样下去 我的狼群会有更大的伤亡 唯有我一死 他们才会放弃拼死来救我 狼王哈吉 他真是一头值得敬佩的狼王 狼王死了 我们不能让这群狼跑掉 他们不在我们的射程里 而且我们已经将狼王哈吉杀死了 这些狼也成不了气候 我们就饶他们一命好了 狼王哈吉死了 可是 为什么我心里 却一点也感觉不到高兴呢 是啊 没想到 他竟能为了救狼群而舍命 虽然我们牧民都恨他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头令人敬佩的狼王 出于对他的尊重 我们还是将他埋葬了吧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电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穷酸厨鱼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有趣多了 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 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 我逃离了被宰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大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我也度过了 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 带着年迈的我 一起散步聊天 谢谢您让我度过 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如果你去伤害到别人或其他的生命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恶报 就像我们过去赚钱 各位千万不要去做杀猪啊 杀鱼啊 卖酒卖烟啊 卖吊肝卖毒啊 那如果这样 虽然你在追求 世间家庭事业的快乐 探极 但是却造了恶业 那如果造了恶业 那势必将来会很痛苦 就像说 台股的人到了中年就开始生病了 家产耗财掉了 甚至怕孙变没友好 那就会产生一个不好的结果 所以这点啊 既然要快乐 对不对 这种痛苦 不要造恶业 那什么是恶业呢 他在说 心窟 嘴 心 十二夜 心窟 如果撒心 那是 淘汰别人的 骗别人的钱财 那是 那是 对不起自己的母子 那是 欺负别人 破坏别人的家庭 那都叫做 侠淫 所以辛苦 咬着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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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着去做 所以来 黏着来 佛杀心 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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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对我们来说 每天也在听 这同要件 各位来站在总统护共 去 十字路口共 去 灰桥 共 这些叫做 阻碧 因为咱知道 很多人 不知道 那 除了四种的恶业 咬着一遍 来 骗人 命 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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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 忘语 恶口 两舌 其语 咬着 咬着 所以 人和人都要沟通 有些生殿 如果不 开脆就要买 但是有些人有一种 不高兴 要说 不要说人家属肥 指指点点 想到过年 很多佛杀都要拜 清佛 拜佛 参花的恶业 你恶业也没有消毒 那你要怎么得到快乐呢 这个生股如果没有恶业 那么你就没有这个 严力 把你拔掉了 才会快乐 所以 除了 生股 不要实行 偷偷 我们嘴 要这样做 这样就贪心 不可思计 就说得 有些人说 保持保持保持有福 但是我说 七个的福保 超级保持 你今天保持一百万 我们很伟大 大家可以随便 但是你这个 丢虚 你这个 杀生 你这个福保 你要买到 渐渐不渐 所以 但是你今天 如果不杀生 超级把人 保持一百万的空殿 所以我们在看保重 某某慈善家 就像 外国人比尔盖茨 哇 全世界首富 布施几百亿美金 做一些慈善工作 等等 但是各位 你只要发愿 这辈子不杀生 而功德就超过他了 这方面随便的功底 但是功德更大 请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